另外一个话题 现在川普总统虽然是心里面 念的是中美贸易协议 但是他的团队里面 可是一个比一个勇敢的 大胆的公开的 而且用词越来越调本高的 潜在中共 之前咱们看到的是 副总统彭斯 两个演讲 好像批判了这个中共 后来没有想到出来的蓬佩奥 比这个彭斯勇敢很多 调本也高很多 那么现在又司法部长也出来讲话 最新的讲话是 这个 这个国家安全顾问 奥布莱恩 他就直接取责习近平 说你 就是把自己当成 斯大林的接班人 而且认为今天的中国 就是全面性的 向美国向西方的意识行大 发展这个挑战 这一番讲话 是到最近为止 比较多的 从意识形态的角度 来取代中共 而且直接呢 来个 指在这个 这个习近平 现在大家都在查 到底在查 斯大林是什么样子 跟现在习近平 对比一下 又什么样的不同 这个 不过我 首先不是想问你这个问题 我主要想 问你一个是 在美国也发生 这种事情就是 川普总统是干什么的 他是谁的接班人 他是里根的接班人 还是尼克森的接班人 我更努力听您这样的意见 因为最近这个 川普总统去了 这个总统山嘛 也是在 美国迎接很大的争议 那么加上俄罗斯 这个 普京要修改宪法 好像这三位 领导人 好像都是 各有 这个锋芒 川普这个人很奇怪 他一直到竞选上一届总统的时候 他并没有突出什么意识形态 他由头到尾到80年代 末期他接受过这个 拉特曼访问 他说人家这个主持人问 你觉得对现在美国的 这个有什么意见 他说我不满意现在美国政府的表现 因为这个日本欧洲都占我们便宜 应该如果我当总统会把这个贸易顺差 会把它去掉 而且为什么我们要派兵保护日本呢 为什么日本不能付军费呢 其实他有相当长的时间 这个川普在评论这个美国的外交的时候 是不涉及意识形态的 也没有听他说过 很反共 说来说去就是一个钳子 什么日本人占我们便宜啊 欧洲占便宜啊 然后中国占便宜啊 那个时候你听这个川普的讲话 好像他并没有对中国特别反感 而且他还强调 在贸易顺差方面占美国便宜的 中国不是最严重 那个时候他就提出是 反而是日本最严重 其次就是欧洲 到他竞选的时候 也强调这个对中国的政策 说来说去也是贸易为主 所以呢他一上台 他专注的就是给美国农民啊 啊多做点生意啊 你看他头一两年的时候 就是说我现在啊就跟你替你们出头啊 加中国的货品的关税 你们拿了关税的日子就会过得好了啊 如果他们不加关税的话也不要紧 我给你们补卸啊 但是我想他这个个人当了总统以后 他得有个班底 这个班底是共和党或者是所谓 身后啊给他配几点啊 所以呢是各有分工 李川普呢 既然你自己个商人出身啊 把这个外交当做生意来做 阶段性可以 永久性这个不可以 你刚上台这个选民有点新鲜感 你把外交当生意办 生意当外交办 就是你个人鲜明的风格啊 但是你这一套也不见得成功 就是说啊 中国签这个贸易协议的嘛 好不容易签 签了中国没有遵守 然后忽然就弄出个香港的这个反送中 然后香港被卷进这个美中两国的这个封眼 然后马上就出现这个病毒啊 全球化 然后我看你这个川普好像压缝 你拼出这个字 这句话 就是说这个病毒确实来自中国 好像蛮讨厌中国的样子 但是他长期有时候跟习近平是好朋友 所以川普这个人到底搞不搞得清楚 你这个总统这个班底啊 整个白宫啊 你这一届的政府啊 长远跟短期的目标是什么 你看看这个彭斯来自福音派 这个基督教 而且这个彭比奥 来自这个中央情报局 而且是军校业的啊 这个啊 其他的人像这个纳瓦罗 啊学者出身 他这本书叫死于中国 Death by China 啊 就是这个啊 致命中国啊 或者是死于中国 就是说啊 我们美国将来啊 如果有一天灭亡啊 是被中国给搞定的 是这个意思 他里头这个对中国的一些预测 趋势 趋势啊 中国以前对美国的所作所为 他看得非常的清楚啊 所以呢 现在这个川普这一届的这个政府啊 在结构上是比较复杂的 而且在战后啊 也是少见的啊 这本鹰派 但是最奇怪的是 这个川普本人 好像是这个什么 一出电影的男主角 啊 你这个电影要卖作 无论是谢霆锋 还是刘德华 还是周润法 观众买票进场 是看这个男主角的这个面孔 但是男主角本身不是编剧 也不是导演 导演 更不是监制 但是这个电影的票房 要靠这个男主角 这位帅哥 但是男主角在拍戏的过程 读的是剧本 你不能够临时 离开剧本 来发挥你自己的个人演技 这个呢 导演呢 是会叫 看 从来NG 现在是不是 出现了这么一种情况 而且这个川普一年一认不到 确实有很多怪事 前面那一位顾问 这个呢 这个班农 跟他闹翻了 被他解雇 班农跟记者说了一通话 记者就写了一本书 根据班农的话 大骂川普 但是在川普对那本书 没有什么反应 并无破口大骂 当然现在我们看到 这个班农 在民间的前线 发挥他引有的作用 但是轮到这个波尔顿 出书了 把这个川普也数落一番 但是这个川普 跟白宫其他官员 这一次还不一样 群起而攻 说博尔顿这个人很差劲 他现在是这个无尊生有 全说虚构 所以博尔顿这本书 跟班农那一本 当然那一本不是班农自己写的 是班农跟记者讲的 记者根据班农说 这个川普的坏话 就出了那本 两本书出来 很奇怪 那本书影响不大 川普的这个反应 都不一样 但是影响虽然不大 因为这里面 但是没有博尔顿 抱的这么多的尿 也没有他说的这么鲜明 但是你始终出来 还是一个恶意的敌意的动作 你怎么一出来就 就把这个川普 就数落一番呢 还有其他的 什么马提斯 前国防部长 还有那个 还有那个叫什么 敌任的这个 这个国务卿 对 那个 泰勒森 泰勒森 那两个也 蒂勒森 蒂勒森也是被这个川普 给解雇了 这两个人都略有怨言 而且现在 这所以这一任呢 确实你说 博尔顿 有没有诋毁他呢 我相信 巴九也不离死 所以现在 但是这个也很奇怪 你博尔顿 是个资深的 我不能说是政客 你伺候过这个 李根 老布什 小布什 是南书房 资深行走 也是白宫 华盛顿 内外的 资格非常老的 三朝元老师的 这种幕僚 你应该知道 基本的规矩 是不是 你被这个川普 踢出来 你就被那本书出来乱爆 而且他自己本身 这个性格也非常的 这个奋力 他主张要打伊朗 要打北韩 要打叙利亚 这也打 那也打 他正好对照 川普其实 并不是一般人以为 他真正那么阴盼 川普这个人样子 像以前屠龙记里头的 金毛狮王 但是实际上 他这个内心 跟他的外表不相称 其实他是最不想打仗的 一个 为什么 因为他是商人 商人 但是现在 国际形势变化非常快 尤其是这个病毒 全球的瘟疫 那么川普确实 以他的从商的经验 无论他做是一作成功 对付这种类似 中世纪黑死病 这种全球的这种 来自中国的这种传染病 他当初确实是防范有疏忽 所以呢 现在这六个月 我看 他幕后的那个鹰派的班底 对他确实是有 作作逼人之事 就是说你别忘了 别忘了我们的初心 你只是刘德华 你只是这个黄晓明 你他妈的不是冯小刚 也不是这个华谊兄弟啊 你知道钱哪来的啊 你自己应该清楚知道你的位置啊 那么川普呢 就憋了一肚子气 因为我相信现在 全世界他是蒙受压力最大的一个人 这老头毕竟年纪不轻啊 那张脸呢长期通红啊 我认为他心状是可能有毛病的啊 而且这把年纪你天天这个压力这么大 甚至这个脑子和这个这个暴血管啊 这个风险呢也非常的高啊 所以呢未来这四个月 我希望我没有严重而且因为这个川普会出什么状况啊 很难说啊即使你在这么炮火连天啊 这么一个一个时期里头连任当选 而且现在憋了一肚子气 他想参加造势大会 但是参加不了 又被这个这个这个抖音啊 那些人呢把他给摆弄了一通 订了票 但是不参加 让你这个造势大会 啊只有这个六千人啊 他一想这老头啊 这这这一气啊 我看这个曹操当年呢 势必大战啊 八十万大军 火烧连环雪连环船啊 也不是气得大病一场 对不对 啊袁世凯要当红线皇帝 结果被天下人唾骂 啊结果也不就是郁郁而终啊 啊袁世凯的早死啊就跟他 在中国当时这个他要当红线皇帝 是被内外一致指责 而且人身攻击 有很大的关系啊 我不管你这个性格是如何刚烈 人到了七十多就是七十多 啊所谓的人定胜天 这个是废话 人是胜不了天的 所以我对川普现在处境啊 也是非常的同情啊 他是这个老季福利啊 自在千里 这个旗帜可嘉啊 但是现在这个形势 实在是美国白年不得一遇的啊 非常困难的情况 他需要一点冷静 需要一点不能说理性 他有理性的 但是这个脾气还是要控制一下 希望我们您的这番这个话呀 让白宫的官员能够听到 至少我们知道 华盛顿是有人看啊 看我们的节目 但是呢 有吧 转告给这个川普总统 我们就不知道了 当然有 当然有 因为天下陶杰只有一个 那么我们能够与此的坦率的讨论实证问题 天下也没底价 对吧 因为我很同情这个川普 因为很多知识分子都大骂 说这个川普是个疯子啊 什么啊 但是我不认为他是这样 比方讲 川普这个人为什么受误解 你以为他这个人是什么大男人主义啊 什么很粗暴啊 这个那个 你看那川普跟这个纽约市的市长一比 你比那个女儿 川普的女儿很有教养 川普的太太也很教养 但是你看纽约市市长那个女儿就不行 文身 而且去参加暴力思维 参加这种什么黑人命贵 这种乱七八糟的这种运动 川普是属于那种老派的传统的保守主义 虽然他本人并不是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 但是他选择副总统彭斯 这一个选择是对的 彭斯 彭贝奥 纳瓦罗 这个博明 这些他没有选错人 莱特希泽也没有选错人 我认为这个团队是比较这个靠谱的 但是他这个人本人这个性格就跟他在这个做电视主持人一样 一团火到现在还没有能够平行 所以这方面是比较可惜的 但是我也不知道有时候兵不厌诈 他在竞选的时候也说过 我就是这个大嘴巴 将来我进入状况状态以后 我在推特上说的话不一定当真 有时候这个推特的话说的是不算出 他幸好有此言在先 所以我们还是给他一点的保留 好 那么在星期四的时候 我们进入另外一个话题 在星期四的时候 好